過去七個月、八個月 大家都未必知道對方是誰 只知道是有同路人 甚至是很烏托邦 你不需要知道對方的身份 但你反而會信任他 這批畫中 我特意將一些比較暴力的畫面 或者比較大的場景 畫了一張很小很小的畫 當然在心態上其實都是一種壓抑 將一些這麼大的社會運動 但我在一張這麼小的畫幅裏面 我想這也是我自己畫過畫中 最小最小的畫幅 但在一個這麼小的畫面裏 要講一件這麼大的事 這麼大的事在意義上和視覺上都是大的 這是我挺有趣做的對比 反過來選擇了一幅兩米的畫幅 但我畫了一個很和平的畫面 請你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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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場運動最有創意的地方 很可能在連儂牆 而未必是在藝術家工作室裏面 我一早的打算是 我畫完之後就會藏起來 我一開始就覺得 我未必想特意為一個社會運動 展示一些什麼作品 我不會因為畫了這批畫 而幫到長運動 不會令到這個世界更加好 甚至不會令到有人多一個口罩用 但是我所謂的看開了就是 這一刻我需要做這件事記錄下 它的作用就留待日後 它才被人發掘 用回香港人的說法就是 有些事情是回不了頭的 我們不會變回以前的香港 那我的創作也未必會回去 變回以前的創作 從來我的創作都是很理性的 甚至理性到是一種病 我叫就叫自己做藝術家 但是我很怕說自己的疑慮思情 說自己的情緒 你看我大大舊 叫我在作品裡說一些思情話意 我自己會打冷陣 這批關於過去幾個月的畫 是沒有辦法放下自己的情緒 我都很意識到 這一次我畫一些很公共性的東西 很社會性的東西 但是偏偏在這批作品裡 就很見到我自己的存在 很見到我自己的情緒上面的存在 很可能因為之前大家經歷過2014年 所以我想我又很可能 心理上不是完全沒有準備 香港會有這樣的運動出現 我都看到有很多都是畫畫的朋友 有些就是在遊行 突然看到他們坐在一旁很傷心 事實上真的有很多人 即使說有準備 但是他們的情緒都很受困擾 我已經覺得自己看著鏡頭在那裡 流眼裡是很… 即是對於你來說已經很大意識 是的 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 但是 是的 都已經發生了 我已經看到了 我已經被人的身處 因為我已經被人生了 你現在被人生了 一定是在你身處 很難民的 你自己看著